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九點半 九點半 請大家一起出來 九點半來守護我們的老屋 九點半來守護我們自己的家園 胡偉 堂長 宿舍區 是我們全民共有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這個百年有歷史這個意義的老屋 最後一眼 我想今天大家來這裡的意義非常重大 我們除了一面悼念我們的 這個有歷史意義的 這個排檔宿舍的老屋區之外 我們更要把這個堅持土地正義 將這個土地做最最最符合 我們人民所需求的一個開發 這樣一個概念呢 這樣的意志呢 大家能夠把它呈現出來 我們希望我們雲林人 胡偉人的精神能夠回來 我們希望我們胡偉人的光榮感能夠回來 藉由這棟老房子的這個市區 我們呢 換回我們雲林人 換回我們胡偉人 對於歷史記憶的一種光榮的感覺 能夠回來 當人家講到你們胡偉的亮點 布袋戲館 故事館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胡偉堂產宿舍區 古舍古鄉 百年歷史 牢具特色 每一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的這一些地方 應該是我們胡偉的亮點 應該是我們胡偉人的光榮 應該是我們胡偉人 大家能夠修繩油氣最好的其中地方 怎麼變成了大家亂掉垃圾 治安日益敗壞 然後呢 莫名其妙 大雨滂沫當中 會自燃 自焚 一棟一棟燒掉 在很多地方很多國家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的文化的遺志 這是非常非常讓我們感受不了的 再多的羞愧和後悔 也挽回不了您的價值 一百年來默默陪伴著您的主人 胡偉人 一世紀來中興的守候這片家園 胡偉政 很久以前曾經 成千上萬的一箱油脂 在你的屋簷腳下乘涼 但是在不久的十幾年前 您卻被無情的當作垃圾堆 脆弱的身軀 承受著風雨的摧殘 而頹皮不堪 即時沒有幾天前的那一場大火 料想您的來日也不多了 請大家選擇 我們要在你放下花之前 心中跟這一棟 百年歷史的老房子 也是代表我們胡偉人的光榮 跟共同記憶的老房子 默念你心中對他的看法跟想法 我們要在一起綁 來 各位朋友我們到這邊來 我們就讓黃世代 遍顧整個民主路 我們就一路的綁上去 我們就讓黃世代 飄揚在民主路上吧 我們就讓這條路 顧名思義吧 好 我們就在民主路上面 寄上我們的黃世代 挨到我們的古屋 挨到我們的唐廠 在台唐公司 看到我們的憤怒 九十八年的園區 你們就這樣子拿到照片 這表示一年一碰 一年收一碰最好是不是 這文化古蹟百年文化的瘋狂 變成好像唯見屋一樣 這是我的問題啊 你們今天拿國家錢 你們拿國家地 你們就要拿出你們國藝事業的單張 你們的責任 這是你們的義務 你不要讓民眾來想辦法解決 如果你們想不出辦法來解決 你們就把這個東西 讓不出來 讓有能力的出落 如果你們這種無能 請把那個團體有能力的人做 這不是你們的市場 這不是你們的文化 如果你們這只是土地 這麼沒有認同 請把他丟出來 可以解決的人多的是 不一定要你們 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 一份我們胡偉人 由公民團體 所串連起來的共同聲明 來遞交給我們胡偉堂場 那給他們哲平 會搞笑 有誰 我們小聽的故意 我想這個哲平書 他最重要的是 給你們在無偉堂場這邊 跟我們台北人台湯公司 拍點不根本圈的訊息 來表達我們為這個事件的憤怒 所以呢 如果我們台湯公司再繼續這樣 冷漠 再繼續這樣放任這個地方 成為治安 別人在那邊亂推手 我想胡偉堂 各受一個胡偉堂 做對立委會當的消息